观影不自赏,好电影需同享,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品电影 这天又到集会日,道三来到集市上摆摊售卖咒服 可是与旁边的热闹闹的小摊相比 道三的这里是无人问津的,只有三两个小孩子在这里玩耍 道三也懒得和他们打交道 一个奇臭无比的屁就将几个小孩给吓跑了 这个时候,一个头戴斗笠的男子从这里经过 道三见有生意扇门,便主动推销起自己的驱邪护身符 对方见道三煞有其事 边被唬住了掏了十文钱购买了一张驱邪护身符 辛苦摆了一天摊,道三就挣了十文钱 道三正准备回家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了女生的尖叫 走进一桥才知道,原来这一代相当有名的奇本武士 青山布摩正在跟当地的流氓打架 只见布摩手起刀落 轻松地将其中一名的流氓的右手砍断了 剩余的流氓吓得胆寒,不战而逃 收起手中的武士刀 布摩便头也不回地就走掉了 布摩回到府邸之后,独自一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 恍惚间,布摩被什么惊醒 拿着武士刀就对着院中的竹林一顿乱砍 发现完毕之后,布摩却萌生了自杀的想法 管家见状联盟阻止,布摩这才停止 管家就是之前在集市上买着服的男子 看来道三的驱邪护身服完全不抵用啊 于是管家拿着着服问责 这完全没有一点用啊 但是管家还是信任道三是一个法力高强的道士 便将最近府中闹鬼的事情说了出来 而且他怀疑那个女鬼是阿菊 阿菊原本是府中的一名侍女 因为犯错,一年前被布摩处死 在小叶的追问之下,管家便把阿菊的故事说了出来 阿菊是在两年前开始来青山家做工的 她原本是大商家的独生女 一场大火夺走了她父母的性命 家道中落之后便到了青山家当上一名侍女 因为原本是一个千金小姐 所以礼仪举止都很得体 实在是一个让人无法挑剔的侍女 但是就在那一天 阿菊不小心将传家之宝的锦花盘给打碎了 按照青山家的祖训 打碎锦花盘可得被斩首 于是波摩亲自执行家规将阿菊处死 自此之后青山家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 来府工作的侍女 一个个的都得了不明的怪病 蒲仪先后发生意外导致重伤 当然最严重的莫过于波摩了 从此性情大变 就像一个嗜血的野兽般 不断的去和流氓们打架 道三自知自己的法力 原本觉得这是一件棘手的事 有心拒绝 但是当管家套出三两银子之后 道三欣喜如狂的将此事揽下 数日管家一大早就带着道三来到了青山家 说干就干 道三麻利的开始大建法坛 刚好被波摩撞见 波摩只当道三是一个骗子 根本就是要装神弄鬼 借机敛财 废敢羞耻的道三决定撂挑子不干了 边走边咒骂着 哪怕管家不断挽留都没有用 当晚道三家的门被人敲响 对方自称是来自于青山家的侍女 道三还纳闷 管家大半夜派一名侍女过来找他 这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并且主动邀请侍女进屋 侍女刚准备进屋 她的手竟然直接着了起来 听到动静的小叶也过来查看 问道三 这大半夜的在自言自语个啥 道三终于意识到对方可能就是阿菊 和小叶交代一声之后 就跟着侍女来到了外面 道三知道阿菊怨恨主子无情 于是当即做法对阿菊进行了超度 很快阿菊的身体就燃起了火焰 但是阿菊并没有求饶之意 反而不断的请求道三救救波摩 道三觉得是有蹊跷 便停止做法 想听听阿菊怎么说 在青山府上 阿菊长得漂亮 菊只有得宜 深得众人的喜欢 波摩在一次醉酒之后 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原来阿菊和波摩早就暗自相互喜欢 在波摩表白之后 阿菊欣然接受 这一刻阿菊觉得 自己是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 而且波摩还许诺将他娶她为妻 可是阿菊自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女 自己背尽的身份根本就配不上波摩 波摩为了打消阿菊的孤立 便将自己母亲的遗物 作为定情信物 亲手给阿菊带上 可是在不久之后 波摩的旧母来访 是替泰酒宝大人做媒 手握大权的泰酒宝 看中了波摩 想把女儿许配给他 波摩并不想要攀权复世 便直接开口说 自己已经有心上人了 舅母夺知波摩的心上人 就是那个侍女阿菊后 遭到了她的极力反对 并呵斥道 只要我还活着 你就休想娶她 在屋外听到他俩对话的阿菊 内心非常难受 她和波摩的幸福 根本得不到亲人的祝福 便在一旁暗自伤心 波摩知道阿菊刚才 在屋外听到了对话 为了让阿菊宽心 波摩许下承诺 我是个武士 就算死也要遵守诺言 但在这之后 舅母就常常来青山家里走动 每次都力劝波摩答应这门亲事 但是波摩都拒绝了 于是舅母开始转向 对阿菊下手 她要给阿菊介绍一个老实男人 舅母劝阿菊 不要再白日做梦了 随后又语气温和地说道 这不仅会给你带来不幸 甚至连青山家也会招来不幸的 就连其他仆人和侍女 也对此事进行议论 只要波摩带人 娶了太久保的女儿 绝对是平步青云 反之拒绝了太久保大人的好意 等于让太久保大人颜面扫地 搞不好波摩大人连官都没得做了 对于此话一字不漏的 都听在了阿菊的耳内 傍晚六时 太久保大人就会来参加晚宴 并准备把船家之宝锦花盘 用来宴请宾客 管家再三叮嘱阿菊 这个盘子可不是普通盘子 而是距今两百年前 青山家第一代主子中盛大人 为了替青山家带来繁荣 特地购置的珍宝 即便只是打破一个盘子 就会被立即斩首的 这是青山家训里的明言规定 阿菊也抱着万分小心的态度 小心翼翼地抱着盒子 这个时候波摩找到阿菊 他说要在太久保大人 和救武面前讲清楚 告诉他们 他波摩一定要娶阿菊为妻 阿菊想要劝说 但是波摩却一意孤行 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都要娶阿菊为妻 在他擦拭花锦盘时 阿菊脑海里不断回响 救女以及蒲仪和侍女之间的对话 为了波摩的前途 阿菊犹豫再三之后 将手中的锦花盘打碎 哪怕是违背俗训 只要阿菊说 是自己不小心打碎的锦花盘 波摩也愿意留下阿菊的性命 但是阿菊坚持说 是自己故意打碎的 哪怕这个份上 波摩也想要放阿菊逃走 可是阿菊执拗地说 他从来没有想过 离开波摩独自活下去 他想要波摩亲手杀死自己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带着思念波摩的心 去往另一个世界 波摩内心哪怕万分不舍 却最终只能亲手手认了自己的挚爱 道三听到阿菊的叙说也非常感动 阿菊想要请求道三转告波摩 叫他千万要珍惜生命 并留下信物那没法簪 一大早道三便找到波摩 可是波摩不信道三所言 直到看到道三手中的发簪 与此同时 一群流氓准备找波摩报仇 原本波摩打算像以往一样 将在场所有的流氓都杀掉 阿菊本意想要劝波摩不要再这样下去 谁知道 波摩看到阿菊的灵魂之后 一心求死 就束手就擒地由流氓将他杀死 等到道三和管家来到此处时 已经姗姗来迟 阿菊和波摩的灵魂 微微鞠躬 向道三表示谢意 他们终于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 永远在一起了 这则故事选自怪蛋百物 语中的第四个故事 鼠盘怨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集观看 好了 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